大家好,欢迎收听苏维朗读 今天分享讲讯的散文 做人的感觉 近年来,几乎所有新竹科技园的企业我都去过了 和企业的人有所接触后 我才知道我过去有知识偏执的状况 但我并没有真正认识30岁左右的职场人员 新竹有一家上市公司 其员工的平均年龄是31.8岁 他们都是最优秀大学毕业的精英 开始工作的前十年是人生很重要的阶段 但他们通常是晚上11点以后才下班 要恋爱,可能没有时间恋爱 要买房子,就用世俗的固定模式买房子 要结婚,就用很草率的方式结婚 我知道甚至很多工程师通过一些机构去娶乌克兰新娘 他们可能连恋爱的时间和耐心都没有 真正的美作家不得 我原来希望艺术能恢复人的品位和感觉 但他们接触了这些东西却没有感觉 比如有些企业会定期举办音乐会 但他们却没有办法进入那个世界 所以我现在想象大家说的是人的原点 但我们失去了人的原点 谈所有的美都是假的 我有个朋友住在信义路上价值一元的豪宅里 找了日本最有名的设计师来装潢 但有一次我去他家 发现他尽管住了两年 可厨房里所有进口厨具的胶膜 竟都没有撕掉 他的房子只是一个展厅 可家的本意不是展厅啊 家是让你可以放松自在 活得像人的地方 家会因为住的人有自己的渴望 自己的感觉而有自己的风格 如果主人对这个家没有意见 对自己的生活没有看法 只想告诉别人 他买的是意大利进口的最贵的床 那只是作家给别人看 你可以在家里放很多名式家具 很美 你喜欢家里很空也很美 但难的是你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 如果你不知道 找再有名的建筑师设计都是假的 你怎么样回来做自己 才是最难的功课 我自己是住在淡水河边 当时会在那里买房子 是因为觉得淡水河边好漂亮 但是我房子的建筑商 却不知道善用那里的美景 窗户建得很小 我在房间里就觉得好难过 我找了一个学建筑的学生 他帮我开了十二扇窗 而且全部是往外推的推窗 比拉窗更有靠近河边的感觉 还架出一个小阳台 我可以坐在小栏杆后看河 和淡水河只有两米的距离 我也不喜欢隔街 所以设计师帮我用高度 界定出三个不同的区域 我家最高的地方是客厅 朋友来的时候 坐在最高的地方喝茶 次高的地方是书房 我在那里看书 最低的地方是我的餐厅 我觉得这是我的房子 我的家 我是主人 我知道我要什么 在穿着上 我喜欢纯棉 纯麻 因为我觉得它们很温暖 材料本身有触觉上的记忆 在排汗 吸汗的过程中 也非常舒服 加上我喜欢爬山 喜欢躺在草地上 喜欢在海滩 卷起裤脚踩水 我喜欢这样的生活 所以我就有我的服饰特征 名牌就不适合我 因为我喜欢自在 找回人与人之间的感觉 我现在不问工程师 有没有去听音乐 看展览 反而是问他们 你们在这里工作五年了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公司门口的那一排树 是什么树 很少有人能够回答出来 事实上 他们公司门口那排 小夜懒人的叶子 漂亮得不得了 绿色会在阳光里发光 后来我再去 就有一个员工和我说 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 我现在下班后 会先去看看 小夜懒人再回家 所以比较不会和太太吵架了 他也问我 他五岁的女儿 将来该学钢琴 还是小提琴 但我建议 十一点下班的他 多抱抱女儿 这比较重要 因为所有的艺术 讲的都是人的故事 一个孩子 如果不记得父亲的体温 他将来看话 听音乐 都很难被感动 如果没有人的记忆 所有艺术 对他而言 都只是卖弄而已 我们从年轻时开始 就因为工作忙碌 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感觉 但工作忙碌之余 你还是一个人 你必须每分每秒 提醒自己 回来做人的部分 你看到了美 才会觉得这个世界 是值得好好活下去的 如果你看到的只是品牌 只是假的美 你不见得会快乐 那反而可能会是你 得忧郁症的原因 找回美的感觉 其实很简单 去触摸一片叶子 去闻一下 在很热的夏天午后 下完暴雨的气味 那是我们都有的记忆 会引发我们的触动和感动 现在 美常常成为新的知识 新的压力 一个博士可能毫无美感 但一个没学历的农夫 却可以很美 他看得到月光的美 看得到道浪翻飞的美 美是最大的财富 它不会因为你的学历而不同 而是因为你人的部分的完整程度而不同 周末回来做自己 现在台湾人过周末 好像非要全家去一个餐厅吃饭 或到哪里去看薰衣草 喝咖啡 全部按套路来 然后全部的人塞车塞到一肚子气 我们对休闲的定义是蛮僵化的 好像一定要别人服务我们才算是休闲 我自己过假日的时候 喜欢做四菜一汤 因为我觉得做菜好快乐 我也很喜欢在周末 洗我自己最喜欢的唇棉唇麻的衬衫 绝不丢给洗衣机 因为我觉得触感好极了 看到它们晒在阳光下 在风里飘 白得漂亮 我就很快乐 因为我回来做了自己 在七八月 民生东路六段 有全台北最漂亮的大花紫薇 即使有车可开 那时候我也绝对要走路 这些是让我最快乐的事 这才是人 如果我们吃得不像人 穿得不像人 生活就失去了人的意义 那谈艺术太遥远 我谈我的生活 并不希望别人学我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不要人云亦云 生活中的美 不是按照人的安排来的 每个人应该用自己的生命 去创造出自己的生活美来 好 刚才我们分享了讲讯的散文 做人的感觉 请点击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